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喜聪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的就是了上个礼拜我们的首相安华了刚刚宣布了将会取消掉这个柴油津贴 然后这个柴油津贴将会变成这个目标式补贴 所谓的目标式补贴的就是了 大事上所有的柴油津贴都被取消 然后这个目标式补贴的将会给一些固定的群体 有些被豁免的就是这个公共交通 还有这个运输业的罗里 然后呢 如果是一些私家车呢 如果这个私家车的车主呢 他的收入是低于 一年10万以下的也有资格去申请这个 补贴 但是现在有一个条件就是呢 政府要求这一些想要拿到补贴的人 他请你们自己 去再行跟这个政府申请这个补贴 然后他补贴的形式大概就是每个月200块进你的私人户口 OK So 政府现在就要求这些人这么做 然后呢 现在呢 就开始很多人在狗狗潮 OK 我也不清楚现在潮的人 是 这一群 将有的机会拿到补贴的人 还是 普罗大众也在吵 我所观察到的是其实是全部人都在吵 都在吵一件事情 就是呢 之前呢 这个拉菲茲 沸沸扬扬搞了 这一个 巴度 不是已经setter完全部东西了吗 为什么现在还要叫这些 哪才有补贴的人去再吃紧过 像你那个巴度 是弄爽啊 OK 大家还记得吗 以前这个巴度才出来的时候 我曾经做过最少两个视频 我那时候我是骂这个巴度 OK 为什么 我给大家 唤醒一点记忆 我记得我第一次骂这个巴度的时候 就是 就是呢 我举出这个巴度 两个弱点 首先 第一个弱点就是呢 这个巴度真的是太多东西要填了 而且全部是马来文 我刚说 如果是 华人 不会马来文的 就完全没有可能去理这回事了 OK 真的 很多马来文 你叫那些 不会马来文的华人要怎么办 没说是华人如果有一些马来文收教育程度不高的话 也没有办法填 这是第一个拜笔 然后 第二个拜笔呢 就是呢 我有进去看 我也有进去填 我发现到里面有很多我觉得很莫名其妙的那些 项目啊 要我们填 我也不明白填这些东西要来干嘛了 OK 很多我觉得是很莫名其妙 毫不想管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 第2个拜笔 大家还记得我曾经做过这个视频吗 现在呢 这个巴度 到了 之前最update的新闻就是那时候我还有另外做一个视频就是说这个巴度虎头色尾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 为什么我说他虎头色尾就是 本来他讲好有一个戒指日期 大家必须要在那个日期之前去注册 可是过了那个戒指日期 突然间这个政府出来说 哎 那些没有注册的人 将会自动注册 那些已经注册的人感觉好像被你耍了 像我之前又讲什么戒指日期 吓到人家人心惶惶 如果不注册会怎样 现在你直接跟我讲不注册也不要紧 我至少有做过这两个视频来 这个巴度 其实 这个巴度 我大时候我有个总结就是 这个巴度 他很难去取代之前的那个 国民收入的分类法 为什么有这个巴度 这个巴度的最主要用意就是了 要取代以前那个国民收入分类法 以前的国民收入分类法 就完完全全是看你的年收入 然后来把你区分 你是 T20 M40 B40 大家还记得吗 可是呢 全世界人都知道那个东西不准 为什么 因为呢 大把 很多钱的人 赚很多钱的人 他没有报税 结果他就B40 然后呢 那些呢 中产阶级 是 打一份固定的薪水功了 薪水高一点罢了 就被死死的卡在 M40 有些薪水比较高的 就T20 T20的门槛很低罢了 月入 一万出一点罢了 你就已经是T20了 在马来西亚称为有钱人不难的 你知道吗 OK 所以呢 就严重的不准 所以就需要 另外一个新的制度来取代这个国民收入分类法 所以 那时候 拉斐斯可能想推出这个八度 他的用意是好的 但只是 整个执行方式 没有办法达到他要的那个目标 所以你如果要问我要怎样达到那个目标 以前我有做过一个视频 就是说我是建议 政府呢 干脆呢 做一个 资料库 是可以统合所有国民的 财产的情况 所有的流动资产跟不动产 你有多少间房子 车 银行存款 还有定期存款 股票 那些全部 进入一个资料库 然后呢 这个政府呢 只需要 按一个电脑 就马上可以知道你这个人到底是有钱还是没有钱 OK 我觉得只有那个东西才是最准的 但是这个东西很难执行 很多人 都会吵 你政府不可以侵犯 人民的这个隐私权 等你 你的 底裤穿什么颜色他都可以找出来啊 你相信吗 不要这么天真 你在政府面前有隐私权 但是 我知道 我这样讲 是很难 幸福 所有的人的 因为大家还是觉得自己应该要有隐私权 OK 基本上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你八度你竟然做不到这一个目标的话 这样基本上就形同虚色了 OK 我费了6分钟来讲这个八度 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 现在八度是什么样的情况吧 好 结论一句就是 以现在的八度 的状态来说 根本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执行这个 国民收入分类法 八度之前呢 你赚多少钱也是自己填进去罢了 如果说是要自己填的话 他比那个报税更加不准的老师讲一句了 OK 所以 报税已经够不准了 那个八度你要人家自己填更加不准 OK 所以现在大家已经很清楚知道了 这个八度是一个很不准的东西 然后 现在 人们在那边 说八度不是填了吗 现在这个 这个柴油补贴你还要我们填多一次 所以 我已经用了整七分钟回答你们的问题了 八度完全不准 怎样用八度来区分 你可以不可以拿今天 所以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你们要自己申请过 其实 我是认同政府这个说法的 我之前也有举过一个例子 只要是有钱拿 而你也有资格拿这个钱的话 我跟你讲 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成为 你的障碍 不让你去 申请这个东西 还记得 以前 有那个print的时候 多少uncle and auntie 即使是文盲都好 他们总会想到办法 去到 税务局那边 把他们的申请表格 交上去 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是一样的道理 现在 这个柴油补贴 政府开放 给大家申请 你只要认为 你有资格拿 你想拿 你来申请 你一定会来申请的 OK 也许你会在那边骂骂两神 但是你为了这个钱 你还是会来申请的 OK so 在这一方面 政府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 filter 很好的过滤 首先 第一 只有那些认为自己有资格拿 而且很想拿的人来 可以来申请 但不代表100%都有资格 OK 然后 你们交上来的这些 应该算是少数人 因为只有加到柴油车的人 才会有中到 很多人都 没有加柴油车 大多数人都是加汽油车 没有加柴油车 所以人数上已经是很少了 然后 这些人 OK 资料全部进店了 过后 一看你们的收入状况 一看就知道了 那些有报税超过10万以上的 自动淘汰 OK 然后还剩下那些 我不知道 税务局还是有关当局有什么方法 进 在做更深一层的筛选 就好像以前的Bream这样 OK 然后确认了这些人是 真的收入不高 然后又有资格拿这个钱 OK 我心甘情愿 每个月进200给你 OK 这个方法是最有效的 因为 只有 有需要跟有资格的人 才会去申请 然后 第一轮筛选 啊 就会把那些真正的有资格的人 给留下来 啊 然后政府可以更加好的监控 这些 啊 补贴 给到这些真正有资格拿的人 啊 你告诉我有什么方法比这一个更好 啊 而且我也充分的解释了 8度完全不能用 啊 OK 我之前 我这样算到来 我最少做过三个视频是 在唱水这个8度 哈哈 OK so 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这个8度 没有办法达到 我们要的目标 但是我跟你讲 到最后啦 我们还是需要一个 国民的财产的这个分类法 但是会采用什么方法 暂时没有定案 8度肯定是失败了 啊 OK 虽然8度是失败了 但是我们庆幸的一点就是啊 这个8度没有用到人民的钱 啊 这个政府呢 没有把这个8度外包给其他公司 因为当初拉菲茲 他信誓旦旦的说这个是 用他部门里面团队做的 没有外包给其他公司 如果外包给其他公司 我们更加心通 啊 OK so 这个8度 也许他以后可以 改进 到可以达成我们要的目标 但是现在肯定不可以了 啊 所以这个国民收入分类法 要怎样 分类 啊 可以不会用我之前所提倡的 啊 统合财产数据 但是 很多人打死都不愿意 但是我还是要说那句啦 在政府面前没有人是有 隐私钱的啦 我告诉你啦 OK 好 总的来说啦 如果那些人还在 吵着 8度不是填了 这么现在还要我们填多一次 这个 才有补贴 我相信我讲了 10分钟 你们应该很明白 这个课题了吧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